这边来观战一把国际服S1的厂长 地图画是在里奥的回忆 求生这边是玩巨山勘太年机械士以及佣兵 厂长画大了张狂 罪裂以及闪现 一个标配的天赋 开局后画选择出生在两板一窗 大房的话是一个机械士 直接往中厂拉了 厂长是预判机械士可能会去 板区或者是窗户那边 但是并没有 那这样子前期的话要耽误点追缘的时间了 身上的火也没办法涨 死亡窗 死亡板这边是个佣兵 怎么在电机里面修啊 这什么神奇的bug 厂长这边好像是把玩具商的跳板给踩掉了 玩具商的话带了飞轮 看探员的话在小门飞墟里面 玩具商因为电机被封掉了 所以现在还刚开修 厂长还是在找机械士的一个位置 这幽化找到了 我我的话是有放出来的 闪现还五秒钟 结石这里带了双弹 这个位置 就是进不了大房 只能往两板一窗 看有没有机会再往大房转了 要交闪拿刀吗 直接交闪开刀 出了张狂 那机械师利用一个翻窗加速 但是因为出了张狂也拉不了太远 我我的话还用来定位了一下机械师的一个位置 可以用一个翻窗加速 翻板加速 闪现的话是交过了的 火的话已经有了 呃应该会传一波火 这边传了一波火 然后一个抽刀没抽到 我我的话把板子踩掉了 这边一个走位躲掉了一刀 稍微拖了点时间 但是因为机械师我我还在外面 加上拥兵的话没有被搬掉 救援的话应该没什么压力啊 这里求生只要薄命救下来 不要倒遗产机 这把求生者基本上是一个平局保胜的局 一个骗飞轮的动作 直接把勘弹的底裤给骗出来了 这里傭兵无伤救下了机械师 闪现的话是交过了的 场上的话还剩下两台机子 呃差不多是一台半吧 玩具商的话是在往机械师这边赶 是想过来扛刀吗 呃但是来不及 场上的话还剩下一台新的 傭兵的话是在兴起了一台 勘弹是打仗过来欧逼吗 但是这血量不好保吧 这不救人应该是让玩具商跟勘弹一起过来救 然后剩下半台电机给到机械师我我去修 就看能保得住了 换了个木炭不好救人呀 哇我去这个 这个走位 我去这么帅的吗 这边还在保 看他人的话身上还有一个磁铁 闪现的话还有十多秒钟 傭兵那台电机还差一半 我我那台的话已经修掉了 一个卡位 成功扛下一刀给到机械进行个拉点 那监管者这里的话没有选择换过 简直找傭兵 傭兵这台电机的话还有个二三十吧 求生可以先补一波状态 闪现的话是好了的 直接闪现机导 傭兵的话可以趁这一波先把电机给偷了 但是因为厂长他这边很细啊 直接放了个儿子干扰傭兵修机子 放了个木炭在这里 净防你修机也防你 那个猜我我 哇太心细了 那这样子一个双倒局 结实又是半血怎么办呢 想用我我过来补机子 然后用兵去救人 给到了厂长一个压力 我我的话成功扛下了一刀 因为这里的话有我我又有一个木炭在守舍 哇看太阳姐倒地了 机械师是带了双弹的 能救下来两个人都上过飞 要抢摸吗 等火进行一个强摸 看傭兵能不能把电机补助 但是傭兵没有选择去修机啊 那这样子的话沟通方面出了点问题 呃因为木炭在这里啊 我的天啊 这厂长 太细了 要不要选择去强量呢 没有 厂长把人放下来了 呃就牵起来 那这样子傭兵应该会选择强量 哎呦这边出了一个校准问题啊 直接强量 但是这位这哎 躲掉了 那这样子堪探可以拉一下 看能不能保平吧 但是厂长开门战 有我手门 那得拖到什么时候呀 我的天啊 哇 这厂长也得太新奇了吧 这木炭发挥的好厉害 一波手语 然后一波手机子 两波木炭 太帅了 闪现还20多秒 用兵还有一个护腕 一个杂板 看他人都会在点门 没有 这往我的话没有锁到这个门的位置 厂长直接位移过来了 不打算抢点先走了 门的话需要挺多的 傭兵的搏命是交过了的 这边撑了一波加速 闪现是好了的 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一个 哎 木炭 看他人是没有自己的 这里直接位移找到了傭兵 那这把 啊 那这四抓了 木炭 哇 这些求生这么会躲的吗 连续躲了两刀 我去 这走位也太秀了吧 不愧是高阶的人类 但是 胜负已成定局 一个预判 哎 哈哈 双方都好秀 那这里恭喜厂长拿到一个四桌